弟兄姐妹 平安 平安 今天我們讀的這個經文 其實對我們非常地熟悉 我們可以說 安息 這個我們都常常地聽到 也常常地知道它的意義在哪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其實安息跟休息是不一樣的 安息有可能是讓我們 休息有可能是讓我們 有時候是越休息 越累 但是安息是在主的懷裡 你得著休息 也得著力量 我們都知道 所羅門王 他很有智慧 但是呢 他講了一句話 他不只有智慧 甚至怎麼樣子 很有 享見榮華富貴 在他的宮殷上面有一千多個太太 但是呢 他在傳道書裡面講什麼 他在傳道書裡面 傳講一句話就是 虛空的虛空 這我們都很清楚 他有講到說虛空的虛空 我們請幫我按一下 好 虛空的虛空 甚至呢 英國的喜劇家 卓別林 他講的 他帶領大家 帶給大家有很多的歡笑在當中 可是呢 他的人生告白是什麼 他的人生告白說 我的人生既孤單又空虛 是沒有平安的人生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平安 這個安息 對我們的重要是很大 甚至呢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好 下一張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這個安息 對我們的意義 有多麼大 我們可能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知道說 剛才我們念到的是說 在主裡面得享安 安息 可是事實上 我們知道這句話 我們真的是知道嗎 不一定 我們常常被世界很多東西抓住了 甚至呢 除了金錢 除了眼目的情欲 有可能我們被全力抓住了 被世界各式各樣的東西抓住 所以在約翰一書上面有講說 這一些都不是屬於世界的 我們也可以知道的是 我們也可以知道的是 好 再下一張 我們也可以知道的是 其實 我們努力追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雅各書上這一句話 也說的 讓我們很明白 怎麼樣子 有些我們所努力追求的 我們所異為的 但是 不過是怎麼樣子 一片雲霧 出現的時候 一下下 就沒有了 況且明天是怎麼樣子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當我們很努力去追求的時候 把我們自己搞得很緊繃 很有壓力的時候 這一句話 好像是成為我們的 一個頓時壓力卸下 頓時壓力減少的感覺 下一張 我們都知道 基督服都對這一句話非常清楚 耶穌 上帝透過耶穌 將平安賞 賞賞賜給我們 而且這樣的平安 並不是 使我們憂愁的 有時候有的平安 有可能你花錢來的平安 但是雖然讓你平安 可是 這個平安 是有憂愁 是緊張的 是擔心害怕的 有可能在這當中 那我們剛才講到 中文禱告當中 我們聽到安息的時候 我們會用 創世紀裡面 上帝創造這個世界 第七日歇息 作為安息的意思 那在 好 下一張 甚至呢 我們對安息的這個想法 是認為說 我們對勞苦重擔 在主裡面安息 勞苦重擔 這一句話 這幾個字 我們也會想到什麼 我們也會想到說 欸 它可能是一個 各式各樣的壓力 讓我們喘不透起來 但是其實 其實它在 我們要在今天這個經文裡面 理清楚一點是 它這邊左折 講的勞苦重擔 是指什麼 其實不是指我們剛才 前面所鋪 鋪去的那一些 各式各樣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欲望 所帶來的追求 當自的壓力 它這邊的勞苦重擔 它其實它的本意是指什麼 是指死死反反 歸條 因為當時的 法利塞人 文文是 在他們的信仰裡面 加諸了各式各樣 很繁瑣的儀式 或者是很讓人 沒有辦法 姑息的教條 比如說大概十二章 一章開始 它就說 欸 耶穌的門徒 在安息日 飲飲食 甚至耶穌在安息日治病 都被 法利塞人所拿來 對耶穌打過的話 所以勞苦重擔 其實這一個經文 這一段經文 在馬太福音的這一段經文 其實是指死板的櫃條 甚至在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四節是說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 擔在別人的身上 自己一根手指頭 不遠動 這是我們今天通過這個經文 我們先理清楚的 勞苦重擔 他不只是我們所想的 各式各樣壓力 擔在我們身上 他其實他 這段經文的原意 是這樣子 撕板 各式各樣撕板的 歸條 好 那我們可以說 欸 歸條 其實 我們常常知道說 這個歸條 好像不能夠使我們得救 因為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會落入一個景象 但是當我們去持守他的時候 有可能我們會為著我們自己的善行 或自覺的自高自大 甚至到最後的衍生的一些問題出來 我舉一個例子 像這整個禮拜 或是最近這幾週 因為有一塊保護地的關係 使得他宗教 在面對信仰的意涵的時候 有一些的衝擊在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去想說 有時候 宗教 或者是這些規條 不能夠使我們 得救 因為 再加上 我剛才有提到的是說 當時的 猶太人 他們對於這樣子的規條 是覺得很負擔很重的在這裡面 好 下一張 最後我講的 到最後這些規條 也會讓我們成為一個很淺誠 甚至一個很束縛的信仰在我們的裡面 好 我們可以講到說 文士法利賽人 他們最大的失敗是什麼 他們最大的失敗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去持守法律上的 持守這些律法 靠著自己的努力來誠意 但是卻是自己去落在這個罪中 所以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法律這些規條不能夠使我們得救 因為這些規條會讓我們帶來束縛的信仰 但是 耶穌卻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 唯有透過祂 我們的心裡才能夠得到自由 才能夠得到依靠 但是很吊詭的是 他在這裡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 要 我們常常都知道說 單重擔 我們要休息 那所謂的單重擔要休息 就是把我們肩上的擔子卸給別人 我們才可以休息 而且才可以輕輕鬆鬆鬆的 這蠻符合邏輯的 但是 他卻在這裡提到說 欸 勞骨單重擔要休息 是要怎麼樣子 是要賠其他的重擔 其實這很奇怪 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 我們剛才念到經文 惡 就是通常把這些東西放在你所眷養的深處上面 你就可以使它往東 使它往西 就是一個規範深處的工具 那主人用這個來去控制 控制這些 控制這些 他所眷養的深處 那這深處呢 也按照眷養的方式 眷養的 被眷養 然後按照這個惡 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得要按照這個生活 他每天的日子才會快活一點 否則他肩上有一個惡 結果呢主人叫他往東 但是他自己心裡想到往西 你覺得這個深處會是快樂的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唯一要讓他快樂的 要讓他好過一點的日子 就是他既然 但當然這個惡 他就要怎麼樣子 他就要聽從這項東西 或這個主人的規定 所以惡在猶太人的觀念裡面 他是表示 他是表示完全的順服 甚至呢 惡在那個 這個旧約裡面 用以赛亞書的 五十八章六節 提到的是 其實 他是象徵著 亞裔 我所堅選的禁食 是 鬆開 凶惡的神 結上 結下 惡惡上的說 所以其實他代表的是一個 亞裔 但是我們可以 剛才我們講到說 可是很奇怪的是 耶穌居然 講了一句話 就是 得安息的關鍵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惡 好像不是我們喜歡的 因為這可能對我們帶來的 是愁苦 是不安 是重擔 但是他講了這句很調味的話 他講說得安息 是要揹起我的惡 那重擔不是叫人家卸下嗎 怎麼會叫我們要去揹起他的擔子 調回的是什麼 好奇怪喔 有一個有重量的東西 必須要揹起來 我們才可以去得著安息 這很調味 就像我剛才講的 人是怎麼樣子 人通常是把包袱 放下 才會覺得怎麼樣 才會覺得舒服 才會覺得暢快 如果有揹起東西 有任何援束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吃力 或者是甚至不自由在當中 但是耶穌就講的這句話 就是人揹起 他的擔子 他的惡 他的樣式 就要得安息 為什麼耶穌的惡叫我們得安息 是我們人得著生命的自由 甚至他的惡是清神容易的 其實這個重點在於什麼 柔和謙卑 二十九節 我們活在他的主權底下的時候 我們了解這個惡 剛才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惡的功能了 當我們了解他的功能的時候 其實這個惡 我們這個主人 他是柔和謙卑的來掌管我的生命 而且這個惡 這個主人 他是一個溫柔謙卑的屬性 他來掌管我的生命 成為我生命的依歸 成為我的自由 或許我們會在當中有提到說 啊 生命得自由跟安息 甚至是 甚至是 看起來是抽象的 甚至是 我的生命是不需要規範的 規範 對我來講 有一點 覺得受到束縛了 有壓力在 因為 只要我喜歡 為什麼不可以 但是我們給他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在03年的時候 那時候 SARS整個瘋 就是整個圈台都揉造 那當時的 衛生局長 休暑體要進入和平醫院的時候 你看他身上穿的防護衣 他那時候會覺得 我的防護衣這樣就好了嗎 不會 因為 他 罷不得他身上的那個防護衣 可以讓他 那個 值得更密一點 讓這個保護 成為我的保護 讓這個防護衣 之密一點 成為我的依靠 有時候我們會講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不喜歡受到規範 我不喜歡受到拘束 其實有時候 律法跟信仰 不也是一樣嗎 有時候看起來 看起來是限制的 是讓我們不方便的 但是他卻為我們帶來保護 而且 我們剛才提到的 耶穌的惡 他的樣式是真正的行出來 他做親自的教導 在生活當中 有落實從我們的幫助 那我們可以說 既然我們都知道 得安息 上帝是肯定 透過耶穌寺給我們安息 在安息當中 得力量 但是我們在這安息的當中 在今天的情局當中 我們可以去想想 有什麼可以我們行動的 在這個安息裡面 我們有講到 安息不是叫你完全的 去卸下一切的責任 並沒有 並沒有這樣曲解 也不是要我們過著像影視般 修飾的生活 消極的生活 沒有 他在這裡說的安息 是一種他賜給我們 他已經賜給我們的安息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另外一種是我們要自己去努力 去得得著 去追求 那我已經講過 我們身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已經有確註 我們在他裡面是得安息的 那另外一種要去尋找 要去學學識的 去得到安息的 不就是藉著上帝的話 藉著聖靈的引導 藉著環境來幫助我們 引導我們 所以從今天這一段經句裡面 我們做的確定 他是讓我們得到安息的 在這邊我們也可以知道的是 學習他的樣式 一個心裡柔和謙卑的門徒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單單的依靠主 信靠他 我們也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小孩子對父母的依賴 的這個畫面 就可以讓我們明白 父對我們的愛是怎樣子 特別是我們在很小的時候 越小的時候 越得著這樣的愛 所以他在我們今天從二十八節到三十節看 他在最前面在上面的二十二十五節 他有提到 我們要回歸像小孩子一樣 成為我們生命的引導 而且這樣的愛來塑造我們 使我們有正面 因為這樣的愛是塑造我們 有正面 有成熟的人格在我們裡面 像菲律比書的 我靠著那加給我的力量 是我可以在主裡面得安息得力量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在這個經節裡面 我們知道說原來當時候 他所講的老苦重擔 不是我們 不只是我們所想的壓力 原來還有包括 凡文辱絕的意思 歸條 那我們可以講到說 或許我們現在 已經在耶穌基督裡 我已經得著自由了 我沒有那些歸條 我沒有那些凡辱絕的意思 我也沒有拒絕福音啊 但是我們怎麼樣 我們是生活在 我們生活不就是不在一個標準 有一個 我們的世界不就是一些標準 去做建構的世界嗎 甚至這一些標準 我們被這一些標準 怎麼樣子 跟著他走 追著他跑 甚至我們被綁架了 可是這一些標準 真的是正確的標準 真的是可以使我們得力量 真的是可以我們生命有一個正向 有一個盼望的標準在裡面嗎 我們常常有時候被這一些標準 這一些想法去困住了 我們自己不知道 而且我們還常常認為 他是對的 花時間去追求他 但是 我們可不可以從 他所說的勞苦重擔 再去更深的 除了經文的 他講的 他講的 被各式各樣的 龜條所擋住了 我們可不可以再演繩一個就是 其實一個 心裡揉合 學習他樣式的門徒 他知道自己的有限 所以當他知道他自己有限的時候 他要去仰望那個無限的主 因為他自己知道他真正的滿足 我們真正的滿足 是來自於神 就是勝過一切的食物 法利賽人 他在安息日 他怎麼樣 他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努力 去賺取那個安息的感覺 但是忘記 真正的安息 是上帝所賜的 不是人所努力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看起來 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次下 但是就如同我前面講的 雅根書一樣 明天起來 我們眼睛所看到 不過是雲霧一般 有時候我們人籌算的 不如神的引導 神的幫助 不是嗎 我們剛才講的 上帝把一個安息 透過耶穌基督賞賜給我們 也讓我們 在這個安息當中 帶著 是一個有永生盼望的 他不只有提到說 我的安息 我的惡 我的惡 他在當 耶穌在當時有提到說 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的惡是清神的 不是代表說 他要求不高 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他要用 他的門徒 用安息 用溫柔 用和平的樣式 來去享受他的安息 而且活出他的力量出來 在以賽亞書上 以賽亞書有提到說 他不爭敬 他不宣讓 在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押上了如為他的責斷 江產的燈火 他不滅 有時候 我們可以 細細的體會 其實他用這個方式 來去塑造我們 來去引導我們 來去幫助我們 在我們每一個層面 在我們生命每一個層面的 所在現場 有時候 我們看似要去追尋 很多我們所要的 或者是這個世界的標準 在我的裡面 成為我的標準 成為我的衣櫃 甚至有時候 我們可能在這當中 被一些細節 被一些瑣碎的事情 扮住 但是 從今天的這一段經文裡面 告訴我們 他要我們學習 依靠他 學習 是一個 知足的門徒 是一個懂得依靠他在裡 大能印象的門徒 甚至 他是用 微風系的方式 來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工作 所在現場 讓我們經歷到他 經歷到他的帶領 經歷到他的恩典 以至於我們可以安安靜靜的 安安靜靜的 在他裡面 得著力量 我們都說 我們這一群 是他的門徒 這個經文有講到說 學他的樣 樣式 負他的恩 他是親神 當我們用這個 他所告訴我們的樣式 來去面對我們的世界的時候 我們就要成為一個帶珠 力量的 帶珠 在看起來 不怎麼樣 看起來 甚至是 一個微弱的 不足的 但是我們講到說 剛才我們前面講的 很吊詭 真理不就是吊詭的嗎 有的時候 失去生命 才能夠得著生命 失去生命 才能夠得著生命 同時 當我們用這個方式 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成為這樣的門徒的時候 其實 我們就是 時時刻刻 在主的安息當中 得著他的力量 也成為他的管道 成為一個有力量的人 有力量的門徒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充滿憐憫慈愛的父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因為你創造萬有 掌管一切 我們敬拜你 主 謝謝你 在靜默中 充滿我們的生命 像母親一樣的疼愛我們 像父親般一樣的保護我們 成為我們每天的引導 好 主 謝謝你為我們的死 為我們的軟弱 賞賜新的生命 在我們絕望的地方 帶來新的盼望 主耶 向你獻上感謝 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明白 在你那看不見的雙手裡面 其實你正塑造我們 你正引領我們的生命 主幫助我們留意 你聖靈溫柔的引導 也幫助我們 明白在你的愛裡面 所帶來的喜樂 主 你更使我們 時時安歇 在你的平安裡面 謝謝主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阿們 我們要去不去的是 安息 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安息 上帝早就 透過耶穌基督 把他賜給我們的 第一種安息 是我們要去尋求 要去學習的 讓我們學習 單單的依靠他 在他的裡面 是一個知足 是一個謙和的門徒 依據我們要帶出力量 我只想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 使我看見 已看了你心 經營收神秘火水 從你而來的溫柔淺梅 河德文天 你既然在顧我 河德文天 你保障我留 你保障我留 河德文天 你以爭彙榮 為我關聯 我已嘴地充滿佳美 你抹去我所有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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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抹去 我所有忠担 你抹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配的所有松脏 好的冷点 你既然在乎我 好的冷点 你宝血为我流 好的冷点 你准备荣飘为我冠冕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我们再一次的在主面前同心来祷祷 阿姆的父 我向你献上感谢主啊 使得你何等的恩典时时刻刻充满我们 主啊 我们也知道 在创世以前你早已把安息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因为有这一份安息的确据 使我们在你里面不仅得到安息 也可以在这份确据让我们面对世界 这些纷纷扰扰的各式各样的状况 因为你的样式 因为我们寻求你的样式 主啊 你把这样子心里融合谦卑的样式 放在我们每一个里面 不只我们在里面得到安息 也因为这样的样式 使我们可以面对世界上 我们所不能答的问题 主 谢谢你 我们在今天的早晨 向你说 谢谢你把安息放进我们里面 我们也向你回应 主啊 我们要往这 就如你所说的那个重 那个你的恶要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 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 成为一个心里融合 而有力量的本土 谢谢你 因为这个力量 使我们在我们生活的 所在的每一个现场里面 让人看出 我们是你的见证人 我们是你爱的门徒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圣灵感恩 阿们 谢谢主